大家好 提起后来这首歌相信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 对这首歌应该都不陌生吧 这首歌可以说是同学或者朋友聚会KTV必点歌曲之一呀 那么唱这首歌的歌手刘若英也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同时她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很多人都以为她是出身于明星世家 但令人很多人惊讶的是 刘若英其实是出生于军人世家 并且她的爷爷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军陆军中将刘永遥 刘永遥出生于湖南 1924年8月 从小热爱革命的她考入了黄浦军校第一期 那年的刘永遥只有15岁 比同期学生胡宗南 徐向前 陈庚等人都要小很多 在校的刘永遥表现优异 毕业之后的她遇上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高潮 刘永遥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 在两次东征中 刘永遥打起战来说 可以说是不要命 夺此服伤 因此 战后的刘永遥因公被提拔为营长 刘永遥不仅在带兵打仗上面立下国战功 后方的政治宣传和军校教育更是她的强项 因此 后来的刘永遥因为自身能力的出众 陆陆续续又被升了很多次职 后来因为综合能力比较强 所以担任过的职务比较多 比如 她也曾在戴笠的军统工作 尤其是在军统系统下的郑训处 是戴笠的得力干将 直到1945年6月 刘永遥因卓越的功勋 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新中国成立后 刘永遥定居台湾 上了年纪的她退出了政治和军事舞台 选择了和军事相关的教育事业 后来她还把丰富的实战经验 都编写成了书 其中不少作品还被选为了 军事政治领域的教科书 1998年 刘永遥适于台湾 其孙女刘若英 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提起爷爷的她 充满了崇敬和思念 她说 爷爷是自己一生之中 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每当遇到困难 就会想一想爷爷 给自己加油打气 爷爷在世时 经常会给自己唱革命歌曲 她自己也十分喜欢唱歌 希望以后的自己 可以用歌声 给更多人带去力量